3月21日 东方航空公司MU5735客机执行昆明至广州航班任务时 在广西吴州市腾线上空失联 经中国民航局确认 该飞机在广西吴州腾线境内坠毁 连日来 陆续有乘客家属抵达吴州 了解搜寻工作进展 并到事发现场向亲人寄爱思 3月25日 记者采访到了参与东航客机坠毁事件 救援工作的心理学博士王娜 她对记者说 此次坠机是一次悲剧事件 更给失联乘客家属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伤痛 这时候 任何语言的安慰都是苍白的 心理工作者做的就是耐心倾听 帮助他们筛选重点信息 释放悲伤情绪 平稳度过应激性心理障碍期 让伤口早日愈合 她见到我们心理工作者 也是有的她愿意去在我们面前哭的 需要拥抱的 同性别的 我们可以拥抱她 可以给她一些支持 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技术去帮助她 但是像一些她的确是很抗拒的 那这样子我们一般也不会打扰 那我们其实平时有见到就是一些 她其实也很理智 就是成年人 她会跟我们说 你可以先回去 就各种各样的人的反应都是正常的 其实 有一些甚至会像祥林嫂那样不断地说 不断地说 揪住一个 说一个 揪住一个 揪住一个 揪一个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 对吧 甚至她会揪住同一个人跟你说几遍 但是其实她每一次说都是她宣泄的一个过程 王纳表示 亲人的失联超出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悲伤哭泣是正常的反应 有的家属刚开始显得沉默 但一聊便哭成了泪人 愿意把真实的故事 内心的伤痛让别人看见 引导那些某些就是群众或者这样 引导他们宣泄出来 他们也说我们去挑人家的痛处 其实不是的 我们就是要让她宣泄出来 像有一些状态 她应激状态的时候 你看到她是一个人默默的 僵僵的 好像没事啊 结果我们一去聊 她整个人哇哇的哭了 包括男性的家属 她一般也会比较克制 对吧 我是男人 是吧 东方很多国家的男士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男人 我不能轻易的哭 但其实难道她就不难受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她一些宣泄的口 递张纸巾 给她喝点水 为失联乘客家属服务的同时 王纳还接受一线救援人员 记者等群体的心理咨询 她表示 心理医生会根据当事人的语音 语调 眼神等细节进行研判 了解其内心状态 提出治疗方案 遇到此类事件 当事人也要学会通过运动 转移注意力等方式 排解不良情绪 她建议道 当事人在睡觉前 可把最近接触过的重点事情复述一遍 暂时放下包袱 提高睡眠质量 王纳介绍 此次参与救援的心理医生 多位自发报名的志愿者 出发前经过专业训练 开展心理救援期间 严格遵守行业的保密原则 不对外透露服务对象信息